因为我比他大十岁 他家里人一直想拆下我们 他也不帮我说话 我也有和我父母说他的好 但是我父母不听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俩和好以后 他一直没有跟家里人 说明我们俩的关系 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怕他们知道之后 像之前一样反对我们 我不想和他分开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彭先生23岁来自重庆 运营 欢迎彭先生 余女士33岁来自安徽 技术总监 欢迎两位 姐弟恋是吧 大十岁 您是离过一次婚的吧 是的 有孩子吗 有孩子 还有孩子 孩子跟着谁呀 孩子有一个是跟着我 一个跟你 一个跟他父亲是吧 对 老大多大老二多大 一个十二 一个六岁了 好嘛 跟你的是十二岁那 还是六岁那个 小的 怎么喜欢上他的 就是咱俩在一次 学习的会议上认识的 因为我嘛 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 然后他就刚好就是 属于我喜欢的那种 类型的 类型 对 然后就追他了 然后我就是 加了他的微信嘛 聊了没多久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家里有没有人知道 你们的关系吗 知道吧 家里人知道 知道以后应该是不同意 对吧 对 因为不同意 然后就闹了一些 分分合合 是吧 是的 主要是我们两个 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嘛 我又 有小孩 他们父母就是反对的 特别严重 我这次来的话 主要就是 想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 得到老师的建议 因为我自己 我也比较纠结 而且他现在对我 我觉得他没有以前 一直那么坚定了 自从去了他家里以后 他有点变了 明白 就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我们中间也分了一次 后面就是 他找我又和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 和好期间的话 他也没跟他父母讲 所以我就是 一直也很纠结 我们两个 能不能走到一起 所以今天女生 是来问测的 男方家里知道之后 实际是你们感情的 一个转变 是吧 那咱们就从感情 转变开始说起 好不好 怎么去的男方家呢 是这样的 主持人 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话 快三年了嘛 我们第一年 就是异地恋 第二年 他就说 要不然你来到 我这边发展 我这个城市 你在哪个城市 我在重庆 然后我就去 他那边了 到国庆节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这个假期 也挺长的 要不然我带你 回我们老家 见一下 我姐姐 我奶奶他们 我奶奶一直 想让我带女朋友 回去 但是回去之前 他父母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两个 回去之后 他二姐在家里 还有他姐夫 还有他奶奶 也在家里嘛 当时的话 他们见我第一印象 还是挺好的 就觉得 终于带个女朋友 回来了嘛 做了一桌的菜嘛 然后招待 非常的热情 但是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姐夫嘛 就是拉着他 跟他去聊 聊了有 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聊什么 但是等他们 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 他的表情 也有点不对劲嘛 所有人就是感觉 看我的那个眼光 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跟他们 在打招呼 跟他们去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不怎么 去搭理我 就是我们厂里推测一下 就是姐夫想问问背景 是不是这意思 就这姑娘 到哪儿来的 多大了 干嘛的 就是问这些是吧 对 你就都实话实说了 对 我都跟他讲了 但是我觉得 刚开始家里人了解 你这个情况 反应比较大 我感觉也很震采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出来 对我那种态度 他肯定没有帮我说话 这帮你说什么话呢 我就觉得 他应该多 说一些我的一些好的 优势啊 这是你猜测的 对吧 对 并不是事实 叫客观事实发生嘛 我们只听客观的 就是说 去家里吃饭 家里人 再了解到你的情况之后 有一个巨大的 对你态度上的反差 是这个吧 你心里不舒服 觉得这个反差 来自于你的男朋友 没有帮你说话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对 行 那就往下说 第二天了嘛 就是去他二姐家吃饭 当时就是 气氛特别地尴尬 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他们都不怎么 理我的那种感觉 一个桌子上吃饭 他也没说 给我夹菜了 第一天还给我 夹个菜什么的 他也不跟我说话 他也不理我 我当时就心里 特别地难受 无力无援 当时我就 吃了几口饭嘛 吃完饭以后 我们两个人回去了 我就哭了 我就觉得 特别地无助 那我不会哄你了吗 他就说 你哭什么呀 有什么好哭的 你怎么了嘛 他就会说这几句话 行 你不是喜欢 就喜欢那人吗 他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不也说这几句话 你不一样喜欢他吗 后来呢 然后就是 他妈妈给他打电话了 了解我的情况了 他妈妈就是 把我给骂了一顿 他说你一个结过婚的 一个离过婚的 一个 这就是咱们不学了 就是羞辱你嘛 你让我说 为什么你勾引我儿子 类似于此的话 对吧 很难听 这是母亲对你有伤害了 确实是有 他说我配不上他吗 就是说很多嘛 当时我也没说什么 我说阿姨你别激动 我们两个也是真心的 我对他也特别好 他对我也好 关键是他什么态度啊 他就是说 不光是没有去帮助我 就是一起 我们去缓和一下 这个关系 而且他给我添乱 你知道吗 都已经跟他父母说好了 哪天要去嘛 去看一下他 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爸爸住院嘛 结果你知道吗 主任他那天 他没去 那我确实是临时有事 我才没去的呀 但是我觉得你那个事情 由我们去那边重要吗 你那个是什么事啊 你那个事情 那我同学聚会一年就一次 我后面看父母 他也不影响啊 主要是没去就没去了 你当时你跟父母怎么说的 主持人他跟父母他说 当时是因为我要 拉着他出去玩一下 所以说当时就没去 那我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随口那样一说了 但是你随口的一句话 你有没有就是 约着去看他爸爸 是谁约的 是我提出来的 是你提出来通过他约的 还是你自己约的 我提出来的 然后我让他去约的 那么这个 臭小子说实话约没约 约了 确定你约了吗 他们同意见了吗 不是 我们约的时候 我问你约没约 我约了但是 他们同意见了吗 说实话 没有 所以核心在这儿嘛 跟同学聚不聚会没关系嘛 压根就骗你了嘛 你去了人家也不见你嘛 这约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吗 我就是想当面跟他父母聊聊 我知道啊 问题是他压根没有接受要跟你聊嘛 而且这个时间节点选的不对嘛 一个在病中的人 就激动不了这种情绪 那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节点 我就说不要为这个事纠结 对吧 等于这一次他给你添乱了 还有什么事给你添乱啊 还有就是他之前他那份工作嘛 他做了一个多月 然后被公司辞退了 他跟他父母说 是因为给我打视频的原因 把工作给搞丢了 那确实是有一次 我给你开视频的时候 公司领导看见了呀 而且公司就是明确规定 上半时间不能玩手机的 但是我印象当中 我没有在你工作期间 给你打过视频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为什么跟你爸妈说 是因为他的原因 明明知道他们不喜欢他 核心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跟他好吗 想 那你为什么做的 都是反向举动呢 但是我也就没想那么多 如果我那时候的话 我 那你不是等于 就把他给卖了吗 我就感觉嘛 主持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 往我上推 我觉得其实到这个时候 理性的话就应该分手嘛 因为你已经看不到 这个男人在为这段情感努力嘛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嘛 也是想要分手的 但是他不想分 他说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 那你干嘛老做这些小动作啊 分了吗 我们中间的话是分了一次 谁提出的分 他提出来了 原因是 就是家里面反对的比较严重嘛 怎么反对他 但是我妈妈就是说 你选择我还是选择他 但是我就是说 我两边都要 然后我妈就给他发信息 发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然后呢 后面就是 他们一直给我施压嘛 怎么施压 你不得面对这些事 就闹到公司去了 闹到谁公司 我们上班到那里 所以珀余这压力分手了是吧 你提的是吧 你同意了吗 我当时同意了 分手之后分了几天啊 他给我发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看到信息我就 哎呀 这个男人不是你的全世界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自己想了 想了一下 自己也冷静的时候 想了一下 他这么没有责任心 不是 你别给人扣帽子 谈不上责任心 你就分手没分手 分了 分了有几天 分了几天谁提出来的合 他 你就合了 刚开始我也没有答应 他说 我觉得这几天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觉得特别的痛苦 他就说 我已经习惯有你了 我看是你痛苦吧 他就跟我说这些 当时我也很纠结 我就想着 既然分了你干嘛 你还要来 要找我复合 因为我是考虑到 一是 他父母反对这么严重 他这会儿是想着跟我合了 到时候父母一反对 他又动摇了 他一直又不坚定 还有就是 他也不接受我的孩子 你现在不要把这个 所有的事全推到 他父母身上了 这跟他父母 没什么大关系 对不对 后来为什么同意复合呀 后面他就是一直 就是去我上班的地方 去找我 然后他抱着我 又在那儿哭 然后我就心软了 你接受他女儿吗 不接受 谈过三年就没见过对吧 没见过 你们以后结婚还要孩子吗 要 那以后他女儿要 就因为有些事 就要回到妈妈身边 你怎么办 在一起生活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说就是 人家就得在一起生活 是没有必要 非一定在一起生活呀 所以你还聊什么呀 没什么好聊的了 还在那儿哭 跟他爸妈有什么关系呀 是他不坚定 他没想娶你 他没做好准备 你自己是什么主意呀 因为我就觉得 跟他在一起 确实也是真心喜欢 而且在一起也挺不容易的 第一年是异地恋 第二年就在 行了我不听了 别强化了 别再给自己强化了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你什么意思呀 这感情是他一个人的事 是吧 不是 是你们俩的事吗 对 你想娶他吗 想 但是我就是 接触不了小孩子 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就放手啊 但是毕竟咱俩三年的感情 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行 孩子不跟你们过 你能把人名媒正娶地回家吗 能 家里人同意 那后面肯定是要跟父母沟通这个事情啊 你能沟通的定吗 能 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家里 我可以让他们拿手机给你啊 你敢跟你爸妈说吗 你敢跟他说我非他不娶吗 很简单的事吧 你好好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圈 你们两个人今天真的要醒一醒 你现在还是充满了幻想 你刚才说 让男生在他的父母家人面前 为你说说好话 我告诉你说了也白说 他即便和自己的父母家人说 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 我深深地爱着他 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 省事你的方向 依然是你比他大十岁 你有两个孩子 你父母 你的家人 因为传统观念 我可以理解 但我不支持 但你做得非常的错 你明知 你妈妈向你要他的电话号码 要干什么 你还给他电话号码 你单位被辞退 你竟然会和自己的父亲说 是因为他和你视频连累了你 我想这不是简单地说 你不懂事 只是你对这件事情 本身就很犹豫 你无所谓 因为不管怎么说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们两个人是恋的 你是需要保护他的 让他尽力地不受伤害 在爱情保卫站的抖音直播间 我说过一句话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年龄 身世和处境 他都不是问题 但现在很显然 男生并不是说 他父母家人的反对 从他今天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感知到 他一直是在犹豫 只不过看在三年 两个人相处的还可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幻想着 两个人是可以走进婚姻的 我今天真的希望你 能够放下这个幻想 甚至我也努力地 想击碎你这样的幻想 就凭他说的一句话 他不接受你的孩子 你们就不应该走进婚姻 这个男生已经表明姿态了 不要一起过 这个孩子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你想这样的男生 你跟他还有什么前途未来啊 就听到现在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 虽然没聊太多 关于他家庭的事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妈宝男 没错 就是你发现 这个男生刚才有一个细节 他自己没了工作 他把这个原因怪到你的身上 就这一个细节我能感觉出来 将来如果你要是 跟他的家庭发生了冲突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父母跟前 因为他把你贬低 甚至把所有的过错 放在你身上 都推给你 然后他告诉他父母的时候 他父母会很开心 觉得我的儿子真的 遇到了一个特别坏的女人 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了 又耽误儿子的前途 又耽误儿子的这个工作 还耽误他谈恋爱 所以你想想 这个男生他一点没有担当 所以现在这个女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今年比他大十岁 对不对 你想未来如果这个男生 遇到一个跟他自己 年龄差不多的 二十多岁 也能给他快乐 也能给他温暖 而且关键是 他父母不反对 你觉得他会选你 还是选那个人 今天不会选我 对啊 所以他现在的心态特别明显 就是如果我这个女朋友 他能把我父母搞定的话 那我就还跟他继续一块走 能不能走到最后结婚再说 但如果他搞不定我的父母 还要让我自己去帮忙 去搞定我父母的话 那就算了 他不光是不坚定啊 他可能在你这儿真的想获取的 就是一点点温暖 但是如果有一天找到更好的 更照顾我 更让我觉得新鲜的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你拜拜了 也许他能够给你一些 比较好的感受 但是我们不能光靠这一点点感受 就过接下来的几十年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苏老师 你已经很死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一条 这么艰辛的路呢 我们回头说 你说你一开始是投奔到 他的城市去的对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说你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是由你来抚养 由你来带 那孩子不跟你一起生活吗 她是我妈妈带 所以你是相当于撇下了你的孩子 追随他到了他的城市 是的 你真够可以的 他值得让你 把自己的女儿丢在那边 然后来到他的城市 还去他们家受羞辱啊 所以我不觉得说 他不懂事也好 或者他不成熟 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这个男人怎么样都行 我觉得这段关系里面 最有问题的是你 到了他的城市了 你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你没有问过他一句 我比你大十岁 你爸妈介意吗 我离过婚 我有两个孩子 你爸妈介意吗 问过 这些都问过 问过他怎么说 他说没关系 他说如果说 到时候我们 你三十三岁了 你不是二十三岁 离婚并不是什么 不光彩的事情 离婚只是我们恢复了单身 只是我们结束了 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真正幸福的定义 在于你自己 你一开始就稀里糊涂地 在处理这一段关系 你一点都没认清楚 自己的现状 你甚至把你自己 都骗了 我没有孩子 我单身 我就是比你大十岁而已 然后你还在纠结于 就是我跟你爸爸妈妈 好好说说 我们俩是真爱 就能在一起 怎么可能啊 你也是孩子的妈呀 你有没有想过 他刚才说 他是要孩子的 你结了婚之后 你再给他生一个孩子呀 是的 三孩子 那俩全不管 管这一个 所以这么说过来 妈妈这个 称呼你担当的都不够 对于那两个孩子来说 一个已经十二岁了 一个六岁 我觉得你呀 真的 你要想清楚 想明白一点 你上一段婚姻失败了 你的人生到底在哪里 你现在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 人得先分主次 分轻重 当你一个角色 没有履行好职责的时候 你再去进入到另一个角色 你在另一个角色里面 一定是失职的 你也再当不好一个妈妈 明白吗 你下一段婚姻 还是会失败的 好 谢谢珊娜老师 陆琪老师 话到说到这份上了 我再逼问一句啊 你觉得自己是爱女儿多一点呢 还是爱她多一点 我都爱 为什么我逼问你这句话 是因为我发现 你可能比她还不成熟 如果你足够成熟的话 很可能他们家的人就搞定了 你自己内心还是个小女孩吗 或者你自己一直把自己当成那样一个 应该被人呵护的小女孩 很多人一辈子都只是长大 但没有成长 你们两个人都是 你们两个到最后都是巨婴 我不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所谓的爱情 她对你的感情是什么 是爱吗 不是爱 我告诉你是什么 从第一个核心家庭 也就是她父母 她姐姐那个核心家庭 脱离出来之后 这个人成年了 她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恐慌感 为什么 以前所有一切都是姐姐 都是妈妈做主 她的姐姐 她的妈妈帮她承担了所有的事情 她突然之间 有一天有人告诉她 你工作了 你独立了 你要结婚了 她发现没有人帮她承担了 这个时候她到处找啊 找啊找啊 找谁 找另一个大姐姐 找另一个妈妈 找到了你 所以在她来说 所有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你当然要去搞定她爸妈 搞定她姐姐 你当然要承担她什么工作的责任 你甚至还应该帮她找工作 所有的一切你都应该帮她做 你呢 你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 我女儿可以不管 我为了爱情 我奔着爱情走了 你就应该帮我把所有的艰难困苦 全部阻挡掉 就应该让我享受一个小姑娘 应该享受待遇 错位 知道吗 都错了 她不是你想找的那种人 她只是年纪大 她没有成熟 她也不是你找的那种人 我跟你讲一句话 一个男人可以扛不起责任 但一定要扛得住道义 你对她这件事情上 你连道义都没了 不要说责任了 家里面人这么去攻击她的时候 你至少你得站出来为她说句话 她毕竟是 你带到这个城市 这叫基本的道义 最后我希望跟所有的家庭 说一下 对于男孩子的教育 我们要注重的 真的不是她的吃饱穿暖 不是这些东西 要注意的是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强健的精神 这三样东西一样的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七老师 其实教育女儿不也得这样吗 对 我们只是想给你揭露一个真相 就她不爱你 她也从未爱过你 对 你也不爱她 你只是爱上了 跟一个小男生 所谓谈恋爱的感觉 这闹剧可以画句号了 所以你要清醒 别再跟她胡闹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毕竟咱们两个在一起三年 这么长时间 还是有另一个感情的 其实上一时分手 我们就是后面找你复合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 没有你的日子 我想跟你天天在一起 我父母那边 我肯定是会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试着去慢慢地接受你 还有就是我也会慢慢地去 接受你的小孩 接受你的一切 我觉得今天听了专家老师 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真的要 好反思一下自己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 开门 你还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没了 放手吧 别再忠认了 对你长大了 你真的能接受了 你能独立了 你在恋爱好吗 谢谢您啊 来 请回请回 这就可以好 dei好 prohib 那我带来